感谢主 我们今天 在这个感恩节的特别敬拜当中 我们 一起的 三堂的弟兄姐妹 刚才我们特别圣餐的时候 大家看到了 也真正看到了我们信友堂的大家庭 也是一年只有两度 才能看到 我们的信友堂的大家庭 我们的弟兄姐妹 同居一堂的情景 不但是有我们的 在这里的 我们的中年的一代 也有我们的下一代 也有我们的长辈 今天都聚在神的家中 在这个感恩节的时候 来到神的殿中 来献上我们的感恩和欢喜 我们刚才 我们都看见了 我们有十二位弟兄姐妹 在这次的感恩节当中 受洗归主 看见了他们在神面前 所立下的 永远跟随主的誓言 因为大家知道 这个誓言的最后一句话 是一生献给什么 主耶稣 这真的是一个 很重要的 在神面前的一个列约 在这里面 我们看到了 原本的牧道朋友 今天终于被神得着了 所以大家充满了欢喜快乐 欢声笑语 刚在台上 他们也领受了很多的掌声 也得到了 大家的很多的献花 相信 今天这一天当中 他们的亲朋好友们 在主内的亲朋好友们 他的家里的成员 和他们的小家的弟兄姐妹 来到他面前 他们面前都向他们 献上 都给他们表达了 诚挚的诸贺 为他们能够在这里 为主得着 在主里为他们献上 完全的感谢 所以今天他们是 欢喜 特别欢喜快乐的一刻 但是我今天 在这里 也特别要加上 另外一道 那就是说 今天的欢喜快乐的一刻 是不是 与永恒相连 也就是说 我们今天受洗的 这十二位弟兄姐妹 我要问你们一个问题 也要问我们当中 有许许多多 也是在信友堂里受洗的 或者在别处受洗的 你们都记得了吗 你们在受洗的时候 进入尽词的时候 在神面前立下的誓言 这个誓言 如果我们人忘记了 神是不会忘记的 我们这样子受洗 是不是在这一刻 与永恒相连 不是决定于我们这一刻 我们心情是 何等的欢喜快乐 也不是决定于 我们这一刻是 何等的感动 或者是 我们何等的 在上帝面前感到的伤痛 在这一刻 这一刻到底是否和永恒的相连 看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 进入到神的殿中 真正地进入祂的殿中 今天 今天的主题就是 敬圣殿赞美主 有弟兄姐妹想 我赞美主和敬圣殿的关系 是什么意思呢 为什么今天的主题叫敬圣殿呢 我就希望呢 我就用我们本月的金句 十月份的金句来提醒大家 本月的金句 大家都看到 每个月都有一句金句 放在我们的单章的内衣里面 说 真言十七章十三节说 顶为炼银 如为炼金 唯有耶和华 熬炼人心 这话是讲给谁听的 当然 未信主的人是听不懂的 外邦人是听不懂的 那是讲给一个 真正的属于他的耳女听的 所以熬炼两个字 熬字大家知道 在中文里面 常常会想到另外一个坚持 叫受煎熬 这个热字是挺难过的 熬炼人心 所以今天的欢喜的快乐的这一刻 是否和永恒的相连 就看我们今天当中 每一位受洗的 你的人心是否经得起被耶和华熬炼 熬炼是一个过程 他特别指着 我们哪一颗心要被上帝特别的试炼呢 就是我们一颗因性称义的心 今天我们看到这些受洗的 他们今天来表达他们愿意相信 我们就凭着他们的信 就认为他们应该是被称义了 因为神是让我们就凭着信心来到他面前 真的凭着他信心来到上帝面前的 上帝一定拯救到底的 但是这个心 我们今天这颗所表达的心 是不是一个确实的 从神而来的信心 我们在这一刻里面 可以这么说 我们还分辨不出来 其实我今天讲的不但是对十二位 过去我是每一次大家都很高兴 大家都愿意听 这个欢喜快乐的话 这个欢喜快乐是真的 但是有些话也是要警醒的话 却也要及时地提出来 这个心是不是真的是确实的信心 这个是要经历一个考试炼的 时间是最好的这样子的说发言人 因为 鼎为炼银 如为炼金 我们大家希望 我们中国人在收集财宝当中 大家都喜欢 有人说中国人喜欢问金 这是不是纯金的 西方人就感到很奇怪 我们要金 如果真的是纯金的话 23K 99%以上 要做成手术的话 不是最好 一般14K就好了 但是我们中国人呢 就希望这23K要纯的 43K还是几开 21K是不是 好了 我这个就希望大家知道了 我这个是 我是过去的记忆当中 可能是搞错 你看我学化学的会发生错误 这个金的纯度到底是怎么表达的 对不对啊 要把这些杂质炼去 要把金炼纯 要把银炼纯 顶为炼银 如为炼金 但是真正的耶和华 珍贵我们是个被他炼成了一颗 纯粹的全然向他的信心 这才是真正 耶和华神所喜悦的 能保守接纳我们的这颗心 这个心 因为我们现在表达了这颗心 我们有一个顺服的举动 我们就一定来受洗 受洗 是表明 寻求神的救恩 渴望进入神的救恩的人 在上帝面前的一个信心的行为 但是我在这里说 受洗却不是我们每个人 真正得救的保证 这点我要特别告诉大家 但是每一个真正得救的 是一定来受洗的 反过来说 不是说每一个受洗的 就必然真的能够得救 使我们真正得救的确据 就真如西伯来书 三章十四节指出的那样 我们若将起出确据的信心 坚持到底 就在基督里有份了 原来在这里 我们现在起出的信心 是不是确据的 不是靠我们现在多兴奋 我们现在多喜乐 多开心 我做了十几年的牧者 我看这一幕太多了 当年有许多很开心的 流泪的 激动的 甚至选为代表慷慨 这样地做见证的人 不见得 他们现在还在教会中 这是对我们何等重要的提醒 关键的是 你真的信心是确据的吗 你只有坚持到底才能看得出来 你一定要将起出确实的信心 坚持到底 就在基督里有份了 你在基督里有份了 是真正地进入到基督里 那就叫真的进入圣殿了 因为耶稣曾经提到过 神的道就是那不朽坏的永生的种子 大家都知道 当我们的道 神的道在天下传播的时候 在世上传播的时候 就等于一个撒种的行为 传道人都在撒种 把种子撒出来 那么世人呢 世人接受它 一共就是四种状况 四种状况呢 耶稣讲究四种田地 我们就四种田地 其中有一种田地 可能是在这种田 这个田地是蛮多的 很坚硬的 你撒不进去 这叫路边地 你撒不到里面去 一撒就撇在边上了 这路边地呢 大家都知道 听不进神的道的 它从来没有一刻表示 它愿意信 那这一部分呢 就去掉了 另外三种类型的 都是听了 都是愿意接受的 所以这三种 在听得愿意接受的 这一刻 分辨不出来 但是主耶稣说 其中一种叫舌头地 听的时候是欢喜快乐 一点都没错 非常愿意接受 但是因为底下没有根 里面有一些东西的罪性 自己的有的地方 永远不向神敞开 不被神触动 那就根就很难扎下去了 遇到他说 特别说 世上当有逼迫来临的时候 他就倒了 要付代价 他因逼迫而倒下 最后就接不出果子 这是应做世上的逼迫 还有种呢 他就撒进去了 也喜欢 也接了 但是不久呢 原来世俗的这些悦念 又回来了 就像荆棘一样的 把它布满了 把它传累住了 这叫做受不了世上的诱惑 所以呢 最后还是被世界裸去 接不出果了 只有一种叫做好土地的 他接受了 不见得开始发得很快 也不见得 但是他能够持守在 按照主的话说 诚实 善良的心理 最后是忍耐着接受 在忍耐中 终于 结出果子了 就像雅各苏说 凡忍受试炼的 必得从神那里来的冠冕 所以上帝要试炼我们 所以我们今天 稍微在我们当中 今天是欢喜快乐 但是如果我们在神的试炼面中 我们仍然是欢喜快乐 知道神在这个试炼当中 是让我们更加的成长 我们才真正的有福了 才真正有福了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 特别提到的关键 就在你这颗 向着神的那颗心 是否能被神保守得住 那么有些弟兄姐妹 哟 这好像挺难的 我正对自己没有把握 我诚诚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一发热 我愿意很高兴做什么事情 但是过去一阵就凉了 我今天信主 会不会也是这样子呢 上帝知道我们的软弱 上帝为我们预备了 他怎样带领我们 能够真的进入他的殿 能够真的 我们能够这颗心 被神得着 发出由衷的赞美 因为虽然三位一体的上帝 圣父圣子圣灵 是那看不见的神 住在荣光里的 人不可接近的大光里的 那个上帝 我们虽然看不见 但是上帝却赐下了两样 我们看得见 我们听得见 我们摸得着 我们进得去的东西 哪两样 第一是神的道 第二是神的家 神的道都在 我们今天所捧的圣经里面 我们要被神的道所引领 被神的道所保守 但是神的道不是个别的给你的 而是他赐给他的教会 由教会负责来讲解 按照真理来分解神的道 而不是给你的 是个人的师姐的 是把你放在神的家庭里面 神的大家里面 就是祝耶稣 他用宝血买出来的 我们被拯救的 上帝的百姓的全体 他的名就叫教会 是摆在这里面的 使我们靠着这两样 看得见的 听得见的 摸得着的 进得去的 我们说 神的道你听得见 你也读的 你也可以读 最后也让你明白 当你明白的是主耶稣说 你就必须要进入真理 真理是进入的 同时也让你进入神的家 进入神的家 因为大家知道 上帝知道我们软弱 就像我们一根柴 如果我们从柴堆里抽出来的话 我们的燃烧是持续不了多久的 哪怕你燃烧的 这么样的明亮 抽出来的那一撒量 仍然明亮的话 很快你就被周围的严寒 所包围了 你马上热度不够 你很快就泄灭了 除非你继续这个柴 在柴堆里面 才能够真正地让你继续 发光和燃烧 这就让你进入神的家 这个神的家 是看得见的 也是你进得去了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受洗的时候 前面两个誓言 最后要归纳到 你是否顺服圣灵的带领 来到神的家中 那就是 永生神的教会 由此 除非我们在座的 每一位信徒 和今天受洗的十二位 每一位 都除非是被神的灵 牢牢地保守在 神的灵 被他的灵所引导 虽然是看不见 但是你发现 你爱慕神的道 你爱慕神的家的时候 神的灵就与你同在 就表明了神的灵与你同在 因为是凡被神的灵 引导的才是神的儿女 如果你不爱读神的话语 你不爱听神的话语 你不愿意不把教会 当作自己家的时候 不把弟兄姐妹 看作是你所爱的 是你所离不开的 鼻子血肉 生命相连的肢体的时候 你也就是不被圣灵带领了 所以圣灵虽然看不见 但是圣灵带领的果效 却是很容易被人看清楚 由此让我们在神的道 和神的家中 把我们起初从神来的信心 如果是确实地 和他来的爱心 持守到底 神给我们起初的信心 是向着神的道 起初的爱心 是在神家里面 学习彼此相爱 这就是神的真理 神的光和神的爱 在我们当中 否则的话 我们没有人可以 单独地离开神的道 和神的家 在神的殿以外 存活下去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今天我们所诵读的诗篇 一百篇 其实就是在诗篇里面 非常著名的一篇 它的系列是从九十二篇开始 是安息热的诗歌开始 来赞颂我们的神 它的主题 神就是今天诗班所献的诗 是万王之王 万族自主 全地都当说他 是这样的称 所以到了一百首的时候 就是这个系列 到一百首是一个奇数 是这个赞美神 是万王之王的 一个系列的高峰 在一百首里做奇数了 所以我们今天 我们就看我们今天 所诵读的经文里面 这个第一第二两节 它说 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 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 当来向他歌唱 这实际上就在这里面 表明了以色列人 他们自以为他们 以色列是上帝 好像给他们 一定要把外邦人 区别开了他们的荣耀 其实早在旧位时候 已经通过他们的先知 告诉他们 他们不过是上帝 要向全世界 宣扬他道的一个出口而已 所以神的道 要向普世传扬 要普世地从万族当中 拣选他的 所欲他的子民 所以在这里 表明我们的神 是属于全地的 所以普天下 都应该像什么 耶和华欢呼 并不是说 普天下的人 只要世人都能够得救 乃是说 普天下那些得救的人 分布在普天下上 他们知道的神 他们一定会向神欢呼的 因为正如耶稣说的 我的羊能听我的声音 他是养他的羊的好牧人 第三节说 你们当小的耶和华是神 我们是他造的 也是属他的 我们是他的名 也是他草场的羊 这是说明什么意思呢 如果我们说 第二节假命 我们的主是万王之王 只有他是配得尊崇荣耀的 哪怕 你是灭亡之子 你最后也不得不开口 表明神的公义 在你面前是无话可说 你就成了神的公义的见证人 但是我想 我们的弟兄姐妹 更希望自己做 神的慈爱 联名恩典的见证人 教会就是他 施联名恩典的所在 所以这里面说 我们当晓得 耶和华是神的时候 这个诗人呢 把这个场景就拉到了 以色列人 一个是普天下 诗人很清楚 普天下那时候 还不知耶和华是神的名 都在拜偶像 那么我们以色列 单单地被神拣选出来了 成为祂的选民 我们是应当晓得 是耶和华是神的 如果还不晓得的话 那是真是罪不可赦了 就是我们是应当晓得的 因为神的道 向我们显明了 神的律法 向我们颁布了 告诉我们什么呢 我们跟神之间的两大关系 就在旧约圣经里面 已经告诉我们了 而在新约圣经里面 继续地深入地告诉我们 第一 上帝是创造世人的主 上帝是创造的主 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十二位 第一个问题里面提到的 他创造了万有 我们的生命从他而来的 而因着我们跟上帝观 上帝是创造者 我们就是被造者 我们是从他被造的 原有上帝荣耀形象的人 这是人跟神的第一关系 每个人都应该有这个关系 哪怕灭亡的人 也是神所造的 起初都有神的荣耀的形象 但是大家知道 之所以圣经要赐给我们 因为人犯罪堕落了 整本圣经是救恩的书 所以以色列人知道 上帝耶和华神 不但是创造的主 也是什么 救赎的主 最起码他们知道 他们都是从耶和华神 把他们从埃及地的奴役当中 如因展示 被他们归来 归来的位主 所以我们是因他被救的 是属于他的草地上的羊 所以这里面讲 我们是他造的 也是属他的 我们是他的名 也是他草藏的羊 这两句话 就把这两种关系都说清楚了 上帝跟我们是创造者 和被造者的关系 这是第一 第二是上帝和我们是救赎主 和被救的罪人的关系 当我们被救的时候 我们就是他的名了 当我们被救的时候 我们就是他朝常的羊了 在这里的我们 我们大家知道 以色列是把他 作为一个救恩的群体来说的 你要在这个群体当中 由此 在这里面 第四句就进入了 我今天的主题了 诗人说 当称谢进入他的门 当赞美进入他的愿 当感谢他 称颂他的名 什么意思呢 当以色列人一听 当称谢进入他的门 当赞美进入他的愿的时候 以色列人知道 那是指的是什么 如果在旷野时期 一定是指的是会莫 在旷野里 摩西带领他们建造会莫 是表明神与他的子民的同在 如果是在所罗门做王的时候 大家知道 那指的是什么 那是所罗门所建造的 在耶路撒冷的圣殿 这个院 这个门是唯一的 这个门 这个院是唯一的 当 以色列分成 当时分成 犹大和以色列两国的时候 这时候 以色列国的君王 他为了政治上的需要 不让以色列百国的民进耶路撒冷 进西安山 到圣殿去敬拜 他就设了两个金牛朵 耶罗伯安 大家知道 对吧 这叫做政治捆绑信仰 为了他统治的需要 所以他把这个信仰扭曲了 为他所用 当他扭曲所用的时候 也注定了他的命亡 说百国 以色列 哪是个支派 他的命运是最惨的 而南国犹大 虽然被罗 但是最后还是被神 给他的恩典 让他重回耶路撒冷 做什么事情呢 建造圣殿 这就是后来的 索罗巴伯以后 所建造的圣殿 这个圣殿 这个门 这个院 就是以色列所知道的 神的圣殿 他是建在耶路撒冷 西安山上的 以色列人所知道的 十戒当中 很重要一条 就是要守安息热 在那热 何功都不可做 要在神里面得安息 怎么得安息 除非 他们就来到神里 神是看不见的 但是因着神的怜悯 他虽然是看不见 但是神把他恩典的标志 设立在以色列当中 所以在旷野当中 用会莫来表达 上帝与以色列人的同在 在所罗门时期 用圣殿来表达 就是要在那热 拒绝上帝的百姓 都到殿里来 在他那里得安息 你的安息从哪里得呢 就是聆听神的话语 在神的话语中得安息 得安慰 得洁力 你要在那里向神祷告 述说 既听又说 要向神发出赞美感谢的声音 这就是我们的灵 要被神带领 我们的心要被神带领保守的 第一道 最明显的标志 大家记得 十界里面 跟神的关系是四界 人跟人的关系是六界 所有的四界和六界当中 其他的八界都是不可不可不可 唯有两界 是当当 哪两界呢 大家知道 摩西十界的第四界 你当什么 遵行守 你当守安息热 定位圣热 你当把安息热定位圣热 因为这是到主的里面来 把你从世上的劳苦解开来 虽然最后的拯救没有到 上帝联名先到了 标志色在那里 起码这一热 你能从神那里得安息 这是这个当 当守你的安息热 定位圣热 第二个当 是人跟人关系当中 最基本当孝敬你的什么 父母 这两个当 是最基本的 跟神的关系的 第一道明显标志 跟人的关系 也就是说 你守不住安息热 你更不要说 你是在你面前 没有别的神 唯有耶和华 你不要说这话 就算你守住安息热 还也不一定 但是你守不住 那是不要说了 这是对神的关系的一条 第二条是跟人的关系 如果你不爱你的父母 你说你爱其他人 怎么爱怎么 爱祖国 爱什么 爱什么世界 劳苦大众 那全是谎话 废话 骗话 连你的父母都不爱 基本的人人 养你 约你 生你的 你都不爱的话 你就不用说了 所以这两个当 摆在这里是一条 在人跟 神跟 我们对神的关系的 一个基本线 和跟人关系的基本线 就是我们这两者 能够守住的话 神还要插开我们的内心 是不是心甘情愿的 但是我们这两者 都不注重的话 我们就真的被神 真的是 你抛弃了 因为你的心要被神保守住 你一定要进神的殿 你进神的殿 你才能听到神的话语 你才能表明你跟神的关系 你只有进神的殿 才能够上帝的百姓 共同组成什么 上帝百姓的全体的群体 如此我们知道 当耶稣降世以后 虽然在耶稣来以前 在旧约当中 会幕和圣殿是表明 神对以色列的赐福 和祂的 在祂子民表示祂的同在 但是耶稣来的时候 才告诉我们 当耶稣在回答 法利塞人对祂的挑战的时候 以色列人的挑战 行他行神节的时候 耶稣怎么说 耶稣说你们拆毁这殿 我三月内 要再建立起来 当时他们指的 那个希腊王的圣殿 这何等的殿余 夸口的不得了 但是上帝说 你这个外在的圣殿 不是真正代表我 因为你们心已经远离我了 所以主耶稣要 要什么呢 要清理圣殿 洁净圣殿 最后是弃之不顾 让罗马大军 放火烧了那圣殿 因为真正的圣殿 是主耶稣他自己 他是圣殿的主 所以 这个约翰福音提到这句话说 原来这殿不是别的 乃是这是主指着他 三月后什么 复活的身体来说的 原来这殿不是别的 乃是基督的身体 而基督的身体不是别的 乃是主基督用他的保学 所买出来的 得救的百姓的集合 我们现在知道 这个集合的名称就叫什么 他教会 这教会 就是普世的 历史历代 所有得救的百姓的全体 普世的 在各地的 是他真正的所有 得救百姓的全体 这是无形的教会 但是每一个无形的教会 这个 这个无形的教会 是借着每一个 具体的有形的教会 来显明的 这就是在这里告诉我们 神的家 你是看得见 目得着 进得去的地方 神的道理是 听得见 读得懂 也能够遵照而行的 这是设实在在的神赐给我们的两件 表明我们要被他保守的地方 这 就是 这结合 当保耶稣讲 他是身体的时候 在哥林多前书 三章十六到十七节 是怎么说呢 他是说 教会就是上帝耕种的田地 所建造的房屋 教会就是他耕种的田地 所建造的房屋 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十七节 保罗说 且不知你们就是神的田吗 你们就是指那些得救的 属于上帝的百姓 神的灵就住在你们里头吗 你们 你们就是教会啊 因为他给哥林多教会写信啊 哪怕哥林多教会 有很多不堪的事情发生 他仍然是属于神的 如果有人要借此毁坏神的田 保罗说 神必要毁坏那人 因为神的田是圣的 保罗唯恐大家不明白 再说一遍 这田就是你们 原来教会就是神的田 神的田就是什么 基督指出 他的复活的荣耀的身体来说的 不朽坏的身体 所以这个我们就成了 在基督身体里面的 每一个成员就是他的什么 肢体了 肢体虽多 身体是一个 除非我们被保守在神的家中 除非我们被保守在神的道中 我们起初开始的信心 和起初开始的爱心 是没有哪一个人 可以单独的顽强的 靠着个人的努力坚守下来的 一切都在神的恩典联名当中 诗篇一百首的三道 最后五节里面特别提到 提到了什么呢 就是因为你在这个殿里 就可以发现上帝的三种属性 你一定会认识到神的什么 良善 因为耶和华本为善 你要知道耶和华 他有永远的慈爱 你会知道耶和华的信实 直到永远 直到万代 上帝的应许是真的 因着他的应许是真的 所以我们要相信 他向我们显现的爱 也是真的 因为他本为善 这个善 在英语里很简单 就叫good so god is good 如果把good 里面的god拿掉 god把god拿掉以后 任何的good都是什么 zero 都是nothing 就是没有一点good留下来 所有的good是靠着god 这就是god 他本身就是good 这是这里面的意思 所以我们今天来谈到这件事情 就是今天像我的主题 我们正道主题 一定要进入神的殿 这个殿不一定是有 他不一定就是一个堂物 但是有有形的上帝救人的百姓 你一定要来到他里面去爱他们 否则你不会成为基督身体中的一个肢体 与主在他的身体中连接 除非我们肢体相连 我们不能与主连接 主只和他的身体相连 因为主就是基督 就是我们的元首 他是我们身体的头 他跟身体相连 历史上每当 那么我们就讲了 跟今天我们讲这个 进入他的圣殿 真正的圣殿是基督 进入他里面 基督他说 我是那唯一的 阳的门 只有经过我的门 才能进来 这就是为什么会墨 和圣殿 只有一道 折折进去的门 不像为什么我们现在 要安全考虑 有很多的门 四面八方的门 否则你制造一道门 就不批准 因为防火安全的需要 可是在整个会墨期间 就是一道直门 唯一的门 可以使你进入圣殿 进入自圣处 除了这条通道 没有其他通道 他是唯一的 历史上每当有形的 以色列民的群体 以色列民群体是有形的 神是看不见的 是不是 但是他如果蒙神作福的时候 上帝一定 为了他们的信心的缘故 也赐下个有形的所在 大家知道 这个有形的所在 表明什么 上帝虽然看不见 但是上帝的恩典 在你们当中 这就是在旷野时期 所设立的会墨 和在所罗门时期 设立的圣殿 以此表明 神在这里喜悦他们 将那有形的 那个蛇褥 摆在他们面前 但是每当以色列 悖虐他的时候 上帝就弃之不顾 这个殿本身 不能成为 上帝赐福给他们的象征 这个殿不久就会遭到破坏 就会被烧毁 以色列的殿两次 一次是被巴比勒人 一次是被罗马人 都是以色列犯了罪 不悔改上帝的愤怒的 揭打的缘故 但是每次去打的时候 上帝不久就把恩典显出来了 这恩典显出来 就是上帝让他们重新建殿 重新建殿 所以以色列人 从巴比伦回来的时候 上帝让他们 重新建造圣殿 当大系列的殿被破的时候 不再重新建殿了 因为主耶稣复活 他的身体就是真正的殿 那么我们今天 我们要讲 特别借助在今天复活节的 特别的日子里 我们今天每一位弟兄姐妹 看到了我们布告栏当中 一条消息 就是说感谢主 我们苏立堂所著用的 韩国教会邀请我们 成为他们教堂产权的 共同拥有者 哇 这是一个好消息 在这里表明了什么呢 这表明神要给信友堂 有一个更大的祝福在前面 虽然信友堂 过去曾经买过店 买过堂 但是神也是信友堂 在这件事上受了教训 但是神不会长久地 一直让信友堂处在 没有自己堂的情况 所以在98年的时候 信友堂弟兄姐妹 就在神的带领感动下 已经开始设立了 建堂基金了 希望有朝一日 能够看到我们信友堂 有建堂的可能 这不能是从人来的 从人来的必然失败 只有从神来 才能表明这是神对信友堂的 更大的祝福在前面 今天我们 2014年大家知道 两堂的感恩节 和我们的复活节的两堂敬拜 我们这个全体敬拜 是过去最多是两堂一起 今天我们 2014年 能够三堂一起了 我们就今天看到 神在这里赐福给信友堂 昨天我们在 见证会上听到两位年轻人说 一位是在三联市 一位在设立 他们原来都在温哥华的信友堂 来莫过道 以后他们各自搬到SERRY和高桂林了 没想到他说 我以为我自己可以离开神了 神就来找我了 原来信友堂搬到了他旁边来了 这就成为一团佳话 上帝把信友堂罩在他旁边 他真的是感到 是神的爱 所以他又来到信友堂 所以他们今天两人都在这里受洗 都在这里得救 感谢主 所以上帝要给我们开出更广阔的路 所以让我们看到 今天的韩国教会在苏里堂 我们苏里堂能够诸到韩国教会 是神给我们开出来的一条路 给我们这么好的时间 九点到十一点的时间 没有这样的 在温哥华地区不太可能听到 有这样的时间 让给一个诸户 用这段时间来做敬拜的 原来上帝的恩典还不止这一点 大家知道 苏里堂从社区中心迁过来以后 苏里堂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大家都看见了 人数也在增加 现在 在这里 上帝给我们看到一个征兆 所以苏里堂所著用的 那个韩国教会 居然会邀请我们 来成为他们的物业的产权的 共同拥有者 这本身在教会当中也是罕见的 当然 这里面第一 韩国教会 因着他们现在有困难 他们在付这个堂的 这个moggage的时候 他们有困难 他们呼求帮助 但是他们的呼求帮助 竟然向我们信用堂发出 这就是神的恩典的一个表达了 因为是为了 因着什么呢 因着信任 当韩国教会和我们 12位信用堂弟兄姐妹 相处下来 也不过就 就这么一段时间 一年都不到的时间里面 已经愿意把这个帮助的请求 交在了信用堂手中 让我们信用堂 来成为他们的产业的 物业的共同拥有者 希望我们也能拥有 他们的50%的一半的产权 这是他们的希望 这件事摆在这儿 就让我们看到 使我们想到 我们要好好的感谢神 特别在感恩节的三堂 在自己的敬拜 这件事情 教末折士联系会议为此 专门开了三次全体会议 各个方面做出了验证 我们寻求神 今天我们小心翼翼的提议 提议 希望有全体会员大会 来批准这些提议 这件事情就是 放在大家的祷告当中了 看我们能不能真的看到 这是神赐给我们信用堂 继续往前行的一个赐福的一个象征 就像当年以色列 每当神的联名恩典的时候 就让他们重建圣殿 当上帝的愤怒要借打的时候 让这个圣殿被摧毁 虽然这是有形的 但是有形的代表无形的恩典 这今天 我们很慎重起见 虽然这个决定 我们三堂教末折士联系会议 通过我们等到今天 在这个特别的联合敬拜当中 向会中恭祝 请大家好好的祷告 我们在这个期间 今天我们会有特别的建堂说明会 今天其实在会上 会有一段短短的一段视频 PPT里面告诉 让我们没有人 没人看到这个 韩国人的堂教会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一眼 我们在大厅里面有一个展板 这里面会把这个具体的一些照片 给我们 给我们看见 看我们信用堂 是不是真的在祷告当中看到 是求靠主给我们信心走上这条路 让我们也有这个承担 关于这里面 属灵的真理 在应用当中 我有许多的得主和看见 将会在以下的几个 几个主热当中 也会慢慢地给大家分解 今天我们就来看 在这个热字里面 我们既从 我们今天的受洗 跟我们每个人的灵命的 确具得救的确具出发 进到上帝 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应许的保守 是借助神赐给我们所在的教会恩典 当我们的感恩的时候 感谢的时候 我每次感恩的 很多人表达都是个人的感谢 我感谢神 因为神给我保守的那个 如果你从个人的感恩 你为神赐给我在世上 有这个家 有这么一个堂 有这样的教会来感谢 就像以色列人一样 他的感谢是为全体来感谢的 被神保守 今天我们也要如此来求 我们也如此来感谢 求神保守带领我们 感谢赞美 我们一起在这里向神献上 进入祂的殿 来向祂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 让我们一起低头 亲爱的天父上帝 我们感谢赞美你 谢谢你的保守带领 谢谢你让我明白 我们每个人的救恩 要被你保守 除非保守在 您自己的神的道中 被保守在 您自己在地上所建立的家中 主啊 这两样 不可缺一 主啊 因为你的道 是交给你的教会来传扬的 也只有在你的教会里 才能听见你全辈的 纯真的道 不是思想传授的 如果我们在你这里 已经得了你的道 我们就是你里面所生的婴儿 我们就被摆在你的家里 成为你草藏的羊 进入你的门 进入你的院 在你的店里面 被你建造 主啊 我们求你 特别保守我们 今天所受洗的十二位 主啊 我们也求你 保守我们今天 所有听到的 在你里面 要被你保守到底的 你的儿女们 主 我们谢谢你 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